其餘幾世都普遍升至2% 另外,藍色方面都升至4.7% 俗的是6.82元 中鐵建今天被瑞銀唱好 內地的基建訂單增加 基建行業繼續獲得很好的評級 問一下Jason的看法 其實今年以來,不要說今年 那麼多年以來,中央說之前要補白 補白其實有很多錢放進基建行業 即是移動經濟增長 其實這個情況,你覺得是否會持續 或者未來這一年都是這樣的情況 看上年來講 年初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它會移動 但是到了年中 由於鐵路撞車的事件發生之後 反而去到第三季至第四季 內地很多鐵路的項目都是停了下來的 所以如果你看回那個基數方面 上年第四季 整體那個鐵路投資的金額 都是處於一個非常之低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看回今年年中 中央都講得明白 接下來要穩定經濟增長 都會加快一些鐵路項目的審批的時候 我相信看回這兩個月很多固定資產投資的數字 又或者鐵路基建項目方面 投資金額方面的數字 都見到,都開始出現一個比較急速的按年增長 看回本身中央方面 在年初定了一個鐵路基建投資的目標 大概是四千億 但是經過四次上調之後 去到上個月 將全新的目標 提高到五千一百六十億 如果你看回頭九個月 其實在內地做基建方面 就只能夠完成了這個目標 大概是六成左右 意味著 剩下的四成就需要在餘下這四個月去做 如果你說比較上年同期一個這麼低迷的環境的時候 自然就見到 即是接下來公佈的數字方面 都一定會出現一個非常之急劇的同比上升 至於去到下年 你看回鍾鐵建方面的董事長 也都在今早的時候說過 接下來他都預計鐵路投資方面的金額 都能夠保持在六千億這些水平樓上 既然你說本身一間這麼大間的鐵路國企 裡面的董事長都說到這麼進取的目標的時候 我相信去到下年 整體的基建投資方面的金額 都不會說差到去哪裡 早前公佈了10月份的固定資產投資 按年增加了1.4倍 去到810億人民幣 當中看到基建投資更加大升 2.4倍去到7、8億 較9月份已經急增1.1倍 我想這個消息也能夠扶持到 基建鐵路股的股價上升 我又想跟Jason再談一下 因為我們雖然看到很多的數據 或者一些人的說法 都好像看好這個行業 但我覺得面對著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資金 大家都知道鐵路步其實都負債不少 究竟資金是否真的可以到位呢 我也是有點質疑的 這個風險因素大家都的確需要留意 因為始終你看到現在內地方面 你說要加開一些新的項目 又或者增加鐵路方面的投資 說到尾都需要資金方面的支持 之前你看到鐵道部方面 最簡單最直接的融資方式 就是一來問銀行借錢 二來就是發行一些票據 或者債券方面的集資 但是你看到這些種種加起來 都令到鐵道部本身的負債 都去到一個非常之高的水平 甚至你說本身除了鐵道部之外 有些地方政府都要參與一些投資 但是你說去到今年 究竟地方政府方面 是否真的有這個能力 可以撐起所有這類的投資項目呢 那本身他們一個最大的收入來源 就是那個賣地的收入 之前來說那個表現都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那我相信對於地方政府的財政 都會出現不少的一個壓力在這裏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接下來的資金的投放 除了要靠銀行 要靠地方政府之外 一些民營的資金 我覺得都是相當之重要的 所以你看到最近有些項目方面 都說鐵道部就會放棄了控股的權益 或者放棄了控股的地位 將資金方面希望由民間方面的企業 去到雜資得利 如果你說接下來的民營企業 真的有這個意欲去到投資 那對於內地的基建發展 就會更加有一個相當大的幫助 但是當中面對一些風險因素 包括本身這類的鐵路的投資項目 的回報期都會比較長一點 另外那個回報率方面 也都不算說太過高 甚至乎可能會不會續續下 會出現一個爛尾方面的後遺症 那這些因素都會令到一些民營的企業 一些私營的資金 都會有機會就要加多一些考慮 才願意去到投放 所以如果你說接下來的鐵路方面 要進一步發展 我相信中央就首先要想一個完美的辦法 如何吸引到更加多私營的資金去參與 這就是融資的問題 我相信公司也有很多出勞 又可以發債券 企業債去融資 我自己有個想問股價的問題 你見到其實幾隻鐵路股 升幅都很驚人 中鐵建 由今年至今已經升了一倍了 另外中國中鐵都起碼升超過七成 絕對排完了今年的大股市表現 我相信應該都是其中一隻 就是表現最好的股份 我又想跟Jason聊一下 因為你發現其實 通常今年表現好的股份 去到下一年表現都是比較差的 數回之前可能富士康也是 中聯通也是 雖然業務範疇不一樣 基本因素都不同 但我經常有一個擔心的憂慮 其實股價升到這麼高的話 下跌可能真的會跌得很急 我問問你 你覺得雖然大家都知道 下年可能這個板塊還是繼續好的 但股價方面你覺得應該怎樣部署 股價去到這些位置算不算是高呢 當然你說比较今年或上年的下半年來說 的確算是比較高的 但不要忘記 因為你說今年升得特別厲害 最主要是因為在去年年中突然切斷了鐵路方面的訂單 所以才令到這個板塊在去年年中的時候 就出現一個明顯的急跌 這幅圖就看到中鐵方面的周線圖 你看到去年年中的時候 股價都在做6元左右 但經過動車事故之後 一跌就跌到只有一個多元 如果你說這個形態是能夠扭轉的話 我相信這類股份 至少都有機會上回去 就是上年年中的高位 如果你說上年年中的都是6元左右的話 距離現價仍有一段的上升空間 但我經常覺得賣這個朋友要小心一點 萬一有什麼不利的因素或不利的消息傳出來 股價都可能會比較波動 順便看看這個板塊最新的股價是怎樣 中鐵方面升5.4% 8.79元升4.5元 中交建升2.1% 7.2元升1.5元 中國中鐵也升2.1% 4.37元升9元 南車方面升4.45% 6.8元升2.9元 南車時代升0.44元 23.05元升1元 謝謝Jason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麻煩你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提過股份你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發達廣場的環節 不要走開